人标题全新跨年狂欢时,蒋金夫从日本脱困低调回国,虽回家团人但心图渺茫,每年12日31日晚上,跨年夜都是娱乐圈一次盛大狂欢。 多个电视台举办大型跨年演唱会,一年中当红的歌手和演员,很多都会成为邀请嘉宾。 星光翼翼全新会翠,平时某个明星的风吹草动都能成为焦点,但跨年夜都会被淹没变得黯淡。 按理说,2018年娱乐圈还有个人热度很高,它就是蒋金夫,只可惜它话题热度高。 不是因为影视做苹果或者唱歌好听,而是在实业低迷期去日本留学,遭遇一段短命的烂桃花恋情,惹出分手家暴丑闻而被关注。 这样的热度红人自然不可能会出现在各大卫视跨年演唱会上,而且跨年晚会明星多大家注意力都去他们身上了,谁会关心一个负面新闻缠身的演员呢? 况且,很多人都还以为她在监禁中,也不知道她是否与日本女友是和解免受脑语之灾还是对不公堂呢? 但是,就在大家注意力,在各大卫视跨年一晚会的明星身上的时候,之前被舆论高度关注的蒋金夫居然被网友爆料,已经低调从日本回国了。 这倒是让人很意外,虽然有点意外之前,还被传闻要接受女友起诉,可能面临更长的监禁的蒋金夫,这么快就脱困回国了,但从网友爆料的照片来看确实如此。 看来,蒋金夫和前女友不知道出于情分,还是用金钱总算解决了矛盾纠纷免受监禁。 这个结果虽然不算很意外,但速度有点意外。 虽然蒋金夫回国的消息,被跨年夜的明星们淹没没多少人关注,但这对她不是为一件好事,反而减少压力,虽然蒋金夫的暴力行为不可取。 但知错,就改善莫大焉,还是为她能这么早从日本脱困回家和家人团聚感到开心,虽然赶不上跨年夜狂欢,但至少春节能和家团圆, 不至于新春佳节在日本监狱中凄凉渡过。 蒋金夫虽然才二十多岁,其他新人在这个年龄才开始走红,或者还在磨练鸡来。 她却已经出道走红好几年了,但最近两年蒋金夫流年不利事业走下坡路。 在日本家暴女友一事闹得人尽皆知,虽然更多人知道,她的她人设和形象毁了。 以后别说在演艺圈东山在一起很困难了。